我一直觉得单人路是比较讲究技巧的一个路 但对面这个狂体好像打我就不太需要技巧 就直接棒子轮过来 我好像就拿到毫无办法 这升二级速度比我这下落套也太快了吧 上来就把我一半血敲掉啊 快来打野怪 那这样感觉咱们更打不过他了 等级碾压 经济碾压 经验碾压 这可如何是好啊 上去打一套一丝血 刚刚就差个斩杀的伤害 咱们这局带的技能是闪现 这时候两个小兵还好我锁住了 不然刚刚就一波单杀 直接就血崩 这下落特前期对线能力上 我觉得还是不行的 我感觉下落特更适合去打团 而且如果前期发育不太好的话 打团也没啥伤害就刮杀 对这个英雄啊 非常吃操作 非常吃你进场的这时机 本来我觉得能打过他 结果我又多虑了 我想多了 直接被他一棒子轮到 还好咱们的猴哥支援的快 猴哥一棒子又把他敲掉 等自己复活上线 现在已经劣势 情况非常严重了 对面入侵 我们也去 为什么会有个小桥啊 刚刚为什么他不空那个猴子呀 我一走过去他就空我 这不是在针对我吗 小桥是吧 吃我一套连招 放了金身也走不掉 连着0-2的开局 终于是打出了一点小小的气势 所以说咱们的进场时机 一定要把握好 最好呢 对面就打起来的时候 咱们突然出击 这时候一套把对面狂蝶打残了 两个人都边跑 技能拔就好了 本来是觉得能够全身而退的 结果又飞过来个哪吒 感觉咱们这队友摇也跑不掉了 感觉又能跑掉 快跑快跑 飞过来个后翼子 还好进塔了 接下来这哪吒又要飞脸 对面还有个人绕后 先不着急进场 看看能不能偷个后排 这哪吒很嚣张啊 你这队友都没血了 还敢上 顺势再收一波双杀 本来这把是烈士局 比紫衣算是我们这烈士一方 发育非常好的 大团应该全靠我输出 而且这队友摇非常实相 一直跟着紫衣 帮紫衣提供控制 提供护盾什么的 在对面一直想拆我们的中二塔 咱们的貂蚕上了 被控起来 按大招按纯净苍穹 这波都不想跑掉 这队上香临走之前还给了我一炮 可恶 刚刚应该回头的 让队友收掉就行了 下路特制英雄越玩越上头 刚刚咱们的貂蚕队友 刚发一句团结就是力量 本来以为他要认真玩 结果上去又送了个人头 对面要从高地塌了 这个时候谁又能站出来呢 想来想去 那只能是我了 一个人送上去 承受无数伤害 瞬间还能收获个双杀在闪限逃走 这波居然把对手都团灭了 对面复活时间长达40秒钟 应该是可以一波了 这把逆风翻盘是不是相当精彩了 这孙上香马上复活 不过为时一晚 视频最后大家可以发一个让子儀玩的英雄 下期视频试试操作一下